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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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能怎么说 抬出来后座那个女的 已经就是要人看之后 宣布就是死亡了 急救人员宣告女子死亡的同时 被困的驾驶员也被抬出来了 虽然他侥幸保住了一条幸福 伤势却是非严重 双腿骨折 直接就被送进了SU 这起车祸一死一重伤 在这零下二十多度的深夜里头 惨烈的事故现场 让在场所有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这两个当事人是谁 他们为什么会发生这么严重的车祸呢 先来介绍一下他们 驾车的男子叫周进 49岁辽宁锦州人 不幸死亡的那名女子叫颜坤 43岁北京人 是周进的妻子 据颜坤的母亲说 周进和颜坤平时是在北京生活和工作 这次回锦州是去探望周进的老父母的 按照计划事发当天 本该是他们返回北京的日子 当天白天 颜坤的母亲还给颜坤打个电话呢 他那天出事那天27号 我还给打电话呢 我说你们到家了吗 当时这周进接了电话 他说我们还没走呢 要不然怎么还不走啊 还没回来啊 他说我们今晚还有点事 可谁想得到啊 正是这通寻常的电话 却成了母女俩最后的诀别 我一直哭了好长时间 我夜里头睡不着我就哭 躺在抗热根本睡不着觉 是啊 对于一位母亲来讲 垂垂木年却痛是暗语 这简直就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事情了 颜坤母亲的悲伤 我们完全可以共情 可是在痛心之余呢 有个问题也必须要弄清楚 这么严重的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其实早在颜坤的母亲接到噩耗之前 交警就已经开始调查了 可也正是这一查 反常的情况 接二连三的出现了 首先让交警感到反常的 就是事发时越野车的速度 至少八十以上 对 要不那车不能创报废 每小时八十多公里 哪怕是在宽阔比直的城市快速路上 这也算是非常高的车速了 可您知道周近这是在什么地方 把车开那么快吗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这是锦州郊外的一个环岛 周围有三个出入口 周近开车撞上的那堵墙 正是在北侧出入口的旁边 敢相信吗 周近既然是在需要连续转弯的环岛之内 把车子开上每小时八十多公里的 就这速度 别说撞墙了 强大的离心力的作用之下 直接连人带车飞出去 都是有可能的 可是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周近也是一名有着多年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了 他为什么会在本该减速慢行的环岛里 把车子开得那么快呢 不仅如此 还有一点也让交警觉得非常可疑 因为事发地点比较偏僻 周围三公里之内 除了一个孤零零的殡仪馆之外 根本就没有人烟 更没有道路摄像头 再加上越野车里头 也没有安装行车记录仪 为了弄清楚事发的原因 交警呢 这就打算用实验的方式 还原出案发时的情景 可也正是这么一还原 您猜他们发现什么了吗 想要在环岛里 以每小时八十多公里的速度 撞伤事发时的那堵墙啊 没点技术 根本就办不到 首先交警有一个物理公式 可以根据环岛的半径 路面还有车辆的宽度 来算出车辆侧滑的临界速度 根据这个公式交警判断 车子想要进环岛 并且加速到每小时八十公里以上 还不侧翻 只能从东侧出入口的特定位置进入 所以说我们综合实力的测量 认为这辆车 当时是由这个方向 在这个红线以上 红线以下的区域进入路口 那么从东侧出入口 进入环岛之后呢 你以为随便打把方向盘 就能撞上墙吗 根本就不可能 为了能和事故发生时的状态 尽量接近 交警还专门借了一辆 跟事故车一样的越野车 在晚上到现场尝试了很多次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看到了吧 即便是从东侧入口进入 当车速超过每小时六十公里的时候 车子就已经有寡蹭的风险了 那赵氏的越野车是怎么做到 把速度飙到每小时八十公里以上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 交警不分昼夜试了一次又一次 最终他们认为只有一个操作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交警的现场演示 看到了吧 特定的入口特定的角度以及特定的操作 只有当这么多的要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 周近驾驶的越野车才有可能撞上事发的那种墙 一起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 竟然需要同时满足这么多苛刻的条件 真的只是一场意外而已吗 种主疑点汇集在一起 最终交警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测 通过我实验 我感觉这个车当时是人为操控的 不然的话不会行驶到这个位置 没错 人为操控 在交警看来 这起事故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意外 而是周近故意而为 可是这么一来呢 这事就越发让人难以理解了 试想一下一个清醒的丈夫 载着自个的妻子 以每小时八十多公里的速度 直直的就撞向了死神的怀抱 周近的妻子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 他不幸丧命 而周近本人呢 在这可以提前告诉你 虽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 但是肠子断了三截 双腿粉碎性骨折 两年的时间里 光是手术就做了十回 这么惨痛的代价 如果这起事故真的是周近人为操控的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事发之后第十天 警察在病房里头呢 见到了死里逃生的周近 周近说呀 事情是这样的 事发当天 他和阎坤呢 确实是打得回北京的 可是走到半道上呢 他突然想到 还有事情没有和姐姐商量 所以就掉头回去了 晚上八点多 他下了高速 估摸着姐姐还没回家 就把车子停在了路边 先睡了一觉 时间多 俩人睡醒了 就打算继续往前走 可是天太黑 再加上周近说 他不熟悉路况 开着开着呢 他就偏离了路线 来到了事发的那个环岛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 偏偏妻子颜坤那边呢 又出事儿了 他呀 坐房间呀 真是我媳妇这个 我感觉好像 我一个是玩 一个是拿水杯 是怎么弄的 我就不知道 那水杯突然不准 一样就没弄好 打我身 那个水杯 那个水 我们那个保安杯 保安馅晚上特别好 嗯 夸他就先当一 一下子 没有 没反过来 嗯 才醒了 这就是周近讲述的 事发过程 面对警察 他神色自然 言语流畅 似乎没有任何 不对劲的地方 可是事情说到这儿呢 不少人或许还是有个疑问 前面我们也讲了 这起事故十分蹊跷 想要以每小时 80多公里的速度 撞上事发的那个挡墙 需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 这么小概率的事件 真的只是一杯热水 就能够导致了吗 很快 警察呢 把周近的这个讲述 和手头掌握的证据 进行了比对 而结果显示 周近的这个讲述 果然大有问题 首先是周近口中车祸的导火索 那个突然洒出热水的保温杯 在报废的车子里头 交警确实找到了一个保温杯 可当时这个杯子盖的岩丝合缝 里头的水丝毫没有洒出来的迹象 其次周近提到 事发的时候 妻子颜坤就坐在他旁边 可是根据交警调取到的行车轨迹 事发当天 道路摄像头一共53次 拍摄到过周近的越野车 而在这53张照片当中 几乎都看不到颜坤的身影 11点34分 这是这一天 唯一能看见这个前台 有两个人出现的一张照片 可以看见副驾驶上 有一个女子穿着白色的上衣 戴一个条黑色的围巾 不仅如此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疑点 周近口口声声说 他之所以会对车子失去控制 是因为妻子颜坤 把热水洒到了他身上 可实际上根据警方调查 当时颜坤根本就不具备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他没有比较典型的 这种防备抵抗的损伤 这种损伤通常来说就是 一个人在清醒的状态下 他遇到突发危险的时候 都是用双手双臂去阻挡 这种伤害行为的发生 在这个过程中会形成手臂和双手的表皮的身上 擦措上 甚至严重的时候发生手臂的骨折 也就是说事故发生的瞬间 颜坤根本没有做出下意识的自我保护动作 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人是不是意识不是很清楚 或者昏迷昏睡 没有保护意识 没错 颜坤的遗体不可能说谎 事发之前 颜坤很可能已经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了 他不可能拿起保温杯 也不可能洒出热水 更不可能知道在不久之后 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命运 调查进行到这 可以确定 面对警察 周近撒谎了 这也再次证明 警方之前的推测应该没有错 这场蹊跷的车祸 绝对不是一场意外 很可能就是周近故意而为 可是这么一来 一个更大的疑问就出现了 周近为什么要带着昏迷不醒的妻子 共同寻死 是因为这俩人有矛盾 周近想要遇时俱焚 还是说他们遇到了什么过不去的坎 夫妻俩想不开 想轻声 不对 都不对 只能说我们今天讲的 确实是一起匪夷所思的案件 随着调查的继续深入 接下来警方还有更加惊讶的发现 我们说到 虽然周近口口声声说 这起事故就是一场意外 可是种种证据却显示 周近显然是撒谎了 那么周近撒谎的原因是什么 他到底为什么要带着神志不清的妻子 去撞墙 只能说有些时候我们很可能会低估人性的下线 您真以为这是一起夫妻共同寻死的案件 接下来的发现简直令人气愤质疑 因为案子疑点重重 慎重起见 交警对赵氏的越野车进行了再次勘察 而也正是这次勘察 他们发现了更多不合理的地方 首先一个就是驾驶员周近的位置 桌椅是比较靠后的 它车都穿便秦的 你这车门都成这个角度 对 都打弯了 桌椅还能到达这位置 咱也不信 你得讲一个好车来比较一下 这位置应该是靠后的 周近的座位非常靠后 可是周近本人呢 他只有一米六九的身高 这么远距离的开车 他真的够得着 真的很舒服吗 他就得去胳膊伸直 仰着过去开车 那都累了 驾驶人在尝试驾驶的话 他累了 另外一个不合理之处呢 是当时救援现场的一个细节 我们再来看一下周近被救出之后 驾驶室的画面 当时在驾驶座上有一个抱枕 据了解 事故发生的时候 这个抱枕呢 就在他的胸前 当初救援的时候 所有人都替周近感到庆幸 因为正是这个抱枕挡在了他和方向盘的中间 也隔开了他和死神的距离 让他没有像妻子颜坤一样遭遇不幸 可是当调查进行的这一步 我们再来想想这个抱枕 正常情况下 他真的应该出现吗 因为正常一个驾驶员开车 抵好安全带 没有把抱枕放在前面 是啊 为什么呢 刻意调后的座椅 刚好垫在胸前的抱枕 更不用说 事故发生瞬间弹出的安全气囊 这种种的细节似乎都在暗示着 事故发生的时候 周近得到了尽可能的保护 而相比之下 严坤呢 当初严坤的事件结果出来之后 警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警察说的没错 严坤确实飘起来过 根据调查 严坤之所以会死亡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事发时 他坐在后排 而且没有系安全带 在巨大的撞击之下 他直接就飞到了前排 并且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作为一个驾驶经验丰富的老司机 周近为什么没有给 神志不清的严坤 记安全带呢 不仅如此 还有一点 那就是严坤的这个昏迷 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 一个好端端的人 为什么就突然昏迷了 而且昏迷的时间还这么巧 偏偏就在事发前后 其实尸检的时候 警方已经找到了答案 采了这个死者的心血 胸腔血和这个微内容 检出了卡马西瓶和绿弹瓶 这种两种药物成分 简单的介绍一下 这是两种神经抑制类药物 人服用了一定计量之后 就会出现昏睡昏迷等症状 卡马西瓶的道部组为奇 根据颜坤的家人介绍 颜坤患有癫痫 曾经服用过卡马西瓶进行治疗 真正令人不解的是绿弹瓶 咱们又找到了一个精神病的专家 这个专家说 绿弹瓶和卡马西瓶是两种相反的药 卡马西瓶是用来治疗癫痫病的药 绿弹瓶可以诱导癫痫病的产生 听到了吧 和卡马西瓶截然相反 绿弹瓶会诱导癫痫发作 对于曾经患有癫痫的颜坤来讲 它本应该是禁药 可是也正是这种禁药 在颜坤的体内竟然大量存在 绿弹瓶雪中的浓度是0.6微克每毫升 微内容中的含量是8.6微克每克 这样的浓度是属于一种达到了中毒量 试想一下 一个癫痫病人怎么可能会主动的大量服用 会让自己发病的药呢 可如果这药不是颜坤自个儿吃的 那么事发当天颜坤的身边只有丈夫周进 事实说到这儿 整个案子似乎呈现出了另外一种 让人毛骨悚然的可能 一个飞车撞墙 却拼命仕途不死的丈夫和一个没有做任何安全措施 并且浮现了大量尽妙的欺负 这起事故无论怎么看都不可能是一场意外 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某事 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多呀 被财 周进似乎并不缺钱 周进在北京有饭店 他和前妻的女儿读的是价格高昂的私立学校 每年的学费都要15万 就连环游世界对他来讲都不是什么渴望不可及的事 我妈他们还有我们就觉得 哎呦这人还真是有钱 我也觉得可能是真是有钱 开公司什么的这么多有钱 带我妹上欧洲十国游了 什么就上美国转一圈了 那一个劲的玩 那么是因为他和阎坤有什么矛盾吗 可是根据阎坤家人的讲述吧 似乎同样不可能 周进和阎坤是2016年结的婚 婚后两个人感情一直很好 俩人就瞅着挺安爱的 他不跟我们大闺女说 大包啊到我那儿大包啊大包叫他 而且我们闺女又得急脾气 说话直 而有时候就嚷嚷 周进呢能忍 他不爆发 要是笑眯眯的 我还心里想着 我说这姑娘他脾气还行 正是因为特别疼爱妻子 结婚之后 周进干脆还让阎坤辞了工作 做起了高枕无庸的全职太太 我说这真是好 过得真是天上的生活了 因为我这整天的好 忙得昏头昏地的在单位里 反正我觉得他生活就挺好的了 甚至就在事发之前 夫妻俩还计划着当年春节要去哪旅游 这么一个看起来重情重义的人 他真的会如此狠毒 亲手夺走妻子的生命吗 调查进行到这 真相非但没有揭开 整件事情反而变得越发的迷雾重重了 一方面 既然周进没有作案动机 那他处心极虑制造车祸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另一方面 虽然作案前周进曾经做过保护措施 但是以每小时八十多公里的速度撞墙 他丧命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即便没有丧命 可因为妻子的死亡 他同样会有坐牢的风险 这种无论怎么看都害人害己的行为 他倒是属于的身上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 下集2900万的保险理赔金 如果在你的身边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论论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各位观众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